在树上的凤九,此时则眯了眯眼,他静静地看着下方从暗处走出来的那些魔修,倒没想到在这里就会遇到魔修,真是让他意外啊。 摩尊手下石魔之一的血魔,就是这个穿着红衣的老者,他所收到的消息是韩荣会来这火山林,倒也没有想到,这血魔也来了。 据情报所说,这血魔是先生巅峰的势力,怎么也会来到这里了?那韩荣是不是也在这里? 他心头微动,目光在下面那些人身上掠过,当目光落在那血魔身边的一名黑衣人身上时,他眸光微闪。 韩荣?穿着和其他魔修一样的黑衣,只是与其他魔修不同的是,他脸上戴着半边面具,而那半边面具对他这个早就想杀了他的人来说,根本就不难认出。 没想到,这小小的队伍里,竟有混员先军的身影,真是让人意外,早就想领教先军的混员八卦掌了,今天让我遇到了,混员先军,我们过几招如何呀? 想跟老头我动手的人多了去,可惜老头我的混员八卦掌却是不轻易试人,你想跟我交手,行,有一个条件。 先军说来听听。 我这混员八卦掌跟你交手,若是我赢了,这里的人你一个也不能动,必须带着你的人退出老头的视线之内。 混员先军不愧是宗门泰山,在这个时候还想着保护那些弱者,这种英雄行为,确实是你们这些所谓的正派之人最喜欢做的事。 也罢,这支小队伍除了先军之外,哪一个是本魔看得上眼的人物,放他们一马,又有何不可? 众人听到这话,有些意外,不过想想也是,他们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,这血魔看不上他们,也是情有可原。 混员子也是觉得其他人对着血魔来说微不足道,既然他是开出这样的条件,这血魔好歹是个人物,应该不会食言才是。 于是,挥手示意众人后退,血魔眼中跃动着兴奋的光芒,他抬手也示意周围的魔羞退开,整个地方空了出来,一阵一斜两某身影,随着体内气息涌动。 两股强大的气流和微压随之在周围弥漫而开,哪怕是在叶子中,那血魔身上弥漫出来的一股红色气息仍十分明显,他手中没有拿武器,而是双手在身前转动。 一股红色的魔力形成一个滚动的能量球,呼啸而响,而在对面,混员子迈开一步,双腰微曲,他双手也在手中一扶,只见空气中的气流形成一股白色的八卦形,在那魔羞扶手将那滚动的能量球朝他袭来的时候,手中的八卦气流积了出去。